《公益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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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接到我們的這個任務 就是《我是誰》 《公益短片》的這個 作為評審嘛 然後看到《公益短片》 《我是誰》 這個主題連接的時候 你們第一個念頭是什麼 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嗯 其實我接到這個邀約的時候 當時其實覺得還蠻有緣分的 我在09年的時候 實際上嘗試拍過一部 記錄長片 其實是口述史 叫《我是誰》 其實也叫《我是誰》 然後是一個女性口述史 講的就是 女孩到女性 到女人的一個過程 就她的經歷的過程 就她怎麼變成一個女人的一個故事 然後像我在拍那個片子的時候 曾經在夜晚也想過 我是誰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從哪裡來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未來我要到哪裡去 其實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在拍這個女主角的時候 我也在一直在問自己 就是我也從怎麼成一個女孩 變成一個女人 然後這次接到這個邀約的時候吧 我大概看了一下我們 還摸尾那個網站什麼的 我覺得還挺好 就是對這種公益的詮釋 用影像的詮釋 包括就是說 今年用一個很明確的主題 來做這個大賽 我覺得挺好 另外的話就是 我自己個體就是說 除了那次拍片 想過我是誰之外 然後我有的時候 跟朋友也聊過這個話題 就是說可能 可以要從自己的本質上來 來考慮這個我是誰 包括你想清楚這個的話 你可能會不畏將來 不念過去 然後像死而生一個狀態 對 然後像我的話 其實我覺得 我是誰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題目 怎麼說呢 因為這跟公益 是一個很好的橋梁跟連結 因為你只有認識自己是誰的時候呢 你才會去觀察到別人的需要 那當你開始觀察到別人的需要的時候呢 你給予他的需要 這才是公益的開始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是誰是公益的第一步 就是說你要先認識 可以開始認識自己 然後明心見心 然後認識別人 對我而言公益 不只是說 行善助人 這麼基本 我覺得它是一個 更多像是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種子 不論是對自己對別人 然後它是一個好的開始 然後呢 把這個觀念散播出去 其實它就叫做是公益 那這一次呢 在這個我是誰 國際公益短片的比賽當中 就是請了兩位做我們的評審 其實可不可以說說你們自己 可能過去看過的一些公益短片當中 對你自己來說 你說哪一些條件是 是比較是優質 它是屬於優質的公益短片 在這次的評審的過程中呢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很優秀的作品 然後有一些我印象蠻深刻的 然後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會把認為公益短片應該要 例如說悲情的訴求 要很直接很強烈 訴求說什麼才是真正的公益 什麼才是做好人做好事 但是呢其實我覺得 一個好的公益短片 除了這些之外 也許它更能夠讓人想做公益 或者關心公益的題材的話 其實是更好的 例如說有一個作品叫鐵釘歌 它是在講說剪鐵釘的故事 它從自己的改變造成了社會的改變 那例如說有一個紀錄片很不錯 它是講自己的母親 那透過他跟他母親的相處 其實讓我們看到說 一方面是老人獨居的問題 一方面是說這種親情的東西 然後什麼叫做人生的不完美 透過老人的智慧告訴我們 那另外有一個很有趣的馬來西亞的作品 叫做Sense by Different 那這個片子的話 它用非常各種類型 喜劇片恐怖片 然後愛情片槍戰片 各種類型 然後來探 原來只是一個精神病的幻想 但是最後呢 它再把這個東西融合到說 原來這是人個人自身的一種 面對社會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也是非常有趣的片子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是要非常嚴肅 或者很直接的來探討 但是呢 它只要能夠勾起你 對於社會跟世界的期待就可以了 對 對 就是就像我那天在頒獎的時候 說的一句話 我覺得影像是種子 就你關鍵是要 剝下這個愛或者真能量 或者啟發性的種子 然後我們要等它發芽結果 這麼一個過程 對 沒有關係也可能現在沒有發芽 沒有結果 但是有一天他可能會遇見那種有心人 然後他會給他澆水 給他撕肥 他就一定會結果的 對吧 開花的 對 其實導演呢 他是一個小小的操偶師 他控制著整個片子的所有的 例如演員啊 美術啊 視覺各個基調 那當導演自己內心的那個核心的組織 或者說當他的一個價值觀很強 或者很健全的時候 他所創造出來的這個世界 也就會是非常完整跟引人入勝 所以我覺得導演其實是一個像是一個說書人 或者是一個代理的人 然後呢 邀請所有的觀眾進來這樣的一個世界 對 然後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然後呢 有時候呢 比觀眾聰明一點點 不要太聰明 因為太聰明 也看不懂 哈哈哈哈 然後有時候比觀眾 笨一點點也不錯 當喜劇的時候 觀眾cast到很大很開心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它就是一個 我覺得像是一個跳舞的過程 對 或者操我的過程 對 前前後後進進退退這樣子 然後那是在裡面取得一個平衡 那這平衡的準則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的故事的核心價值 我要告訴你什麼 那我這些準則或跳舞的這些東西 它就是一個方法 對 對 發現其實短編有的時候比場面還更難拍 對 因為在一定的時間內 任定時間內你要把故事講清楚 然後你的那個主題要明確 對 任務術道要成功 其實也並不容易 那另外在這支的作品裡面 我們也發現到一些特色 因為其實 對於數位的器材的運用 也越來越進步 所以其實很多的影像的品質 它的整體的敘事的風格 或者它的靈活度 其實高了很多很多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去向 一種是非常炫技 然後利用大量的新的技巧的 那有些呢 它可能是受到很多的電影前輩的影響 或者啟發 例如很多發現是走燦營亮風格 或者很藝術片風格 對 那我覺得說不論是做哪一種 其實你要更認識自己 更認識這個作品 然後透過創作的過程中呢 嗯 了解到運用什麼方法去取材 然後怎麼樣去表現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是的 我覺得短片其實跟長片的電影 其實它一樣 因為長片電影也是透過一個故事 來傳達一個訊息嘛 嗯 那短片它是更濃縮的 要去傳達一個訊息 那可是作為公益短片的話 像有一些朋友就會提出說 那我這個東西要拍得很直接 或你一看 你就知道我在傳達給你什麼訊息 還是 如果作為一個公益短片 你看了 你到底在傳達什麼訊息 其實它就好像沒有到那個效果 你怎麼看覺得再怎麼去拿編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然後也會對之後所有的 不管是參賽的人有興趣的人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思想上面的討論跟辯證 因為例如說我們這次選出的一個金獎作品 叫做客房 它其實就不是那麼所謂我們所謂的 什麼公益的短片 因為它其實講的是一個比較精神 比較意識流的一個故事 很多人看完就說 欸那這跟公益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它會得金獎 但是因為它其實在一方面 它緊扣著我是誰的主題之外 它去辯證了人跟回憶跟過去 它用了一個很大膽的方法 所以其實我覺得說 在很多很多好幾百個作品裡面 然後可能大家有各種用各種的方式 但是評審最重要的呢 或者說我所看中的其實有兩點 第一點是你面對你這個創作的態度 你是不是很認真或者很嚴謹的來做這個東西 還是就算它只是假借公益之明 可是你隨手做作 反正我就是交差表示 這種其實是個很重要的差別 你是否認真的去看待這個東西 第二個是說你的企圖心跟你的創意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認為說 就是日行一善做好事就是所謂的公益 然後其實你想得到 大家也都想得到 但是如果你更有企圖心更有創意 你提出更多的看法 那可能在很多的作品裡面就會跳出來 就是說你對於作品的態度 他們的企圖心其實是影響這個公益短片的價值 對 另外的話就是說 我們都看中力還有一點是什麼 就是實際上說它畢竟還是一個作品 電影作品 就是你還是要盡你所謂的能量 你的能力把它做得更電影一點 就更像電影 或者說更符合這種電影演一點 對 實際上有一些可能想法和創意都很好 但是因為製作上確實在粗糙 然後我也會討 可能會淘汰掉 對 因為你畢竟是 它是一種作品的表達 它有它的一個規律 還有它有一個基本的一個水準 對 這個可能也要注意 對 因為不是說你拍一個東西 它就變成作品 對不對 對 然後因為這次還有一些 我們有看到一些的作品 它其實有明顯的學習 或者模仿一些國外的短片 那如果像這種 其實我們在初審的階段 也會提出來討論 如果相似度超過35%以上的 其實我們就會提出了 對 雖然說創作的基礎是模仿 對 但是我們不能鼓勵 以模仿為前提的創作 對 那其實你看到 微短片裡面有很多題材 可能有一些你會覺得 這個題材也很不錯的 可是它可能拍得不夠 就是進去心裡面 或者是細膩 像這樣子的 你會給這些創作者 怎樣的建議 一個好的題材 你會去發覺它更多細膩的東西嗎 我覺得是 重新面對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去試著去設想它 怎麼去說這個故事 很多時候你表達得很直接很快 然後呢 它當然有這樣子的效果 可是它可能30秒 觀眾就知道你要做什麼了 那這個片就30秒就夠了 可是如果你要做到3分鐘呢 它必須要有它更細膩的探索跟思考 所以你可能必須要透過 鏡頭、美術、語言、故事 整個讓它更豐富 所以我的建議是說 在鏡頭的設計上面 在整體故事的設計上面 可以更用心 除了說正面去談、反面去談 去更深入這個作品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更多不同的角度 對 我希望說我們所有對這個影像創作 有興趣的朋友 就真的是可以採取行動 可以做多一些事情 然後用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用自己擅長的事情 就是可以丟一些 你覺得你自己關注的話題 把它丟出來 大家一起思考 這個呢就是我們想要做的另一種工藝 就不是說我們只是去做某一個上行的行動 而是用意的值得大家一起來思考的話題 然後大家對於這個話題 也可以採取怎麼樣 讓它有更好的一個發展 這也是另一種工藝 沒錯 握下一個種子 然後期待它在大家心中可以發展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形成 對 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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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